這個Abor 20章的13節 常常有一個片語用go aboard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go aboard 去國外 那個是另外一個字 我們先看一下 aboard跟 這兩個字有什麼不一樣的 abroad abroad 這個字 abroad A-B-R-O-A-D 這個是國外 aboard是指什麼東西 不知道 aboard這個字呢 通常都是指說 我們先看 a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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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指怎麼樣 登上一個什麼東西 通常上船上飛機 古時候沒有飛機嘛 就只有船 就是你登船 或者是aboard也可以指上車 上船上飛機 都可以用aboard這個字 OK所以我現在說我們上車上船 我可以說go aboard go aboard 我們現在去登船吧 go aboard 我們去上飛機吧 看你當時的情況是坐飛機坐船 還是坐什麼坐大巴 OK go aboard aboard就是你進入那個交通工具裡面去 go aboard 他已經登上這個飛機了 他已經登上這個什麼大巴了 OK go aboard OK 好 常常還有一個說法叫on board OK 你有這個字 on board 這個on board什麼意思 知道這是on board on board呢基本上指的是已經在船上了 OK he is on board he is on board 他已經在船上了 他現在這個人呢 是不是你跟我查一下 這個人是不是on board了 他是不是已經在你們的船上了 on board OK 好 很多時候我們也可以講 welcome on board OK welcome on board 這個句子不一定是指车上船上 welcome on board 很多時候是歡迎你入職 on board 所以on board也可以指一個人入職 參加我們的工作團隊的工作 on board OK 所以我可以問你 面談的時候我問你說 when can you on board 你什麼可以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工作 when can you on board 就好像我們這是一艘船 你什麼時候可以上我們這個船呢 什麼時候可以參加我們工作啊 開始工作 OK 所以on board 是有這個意思的 on board OK so go aboard go aboard 是去登船 登飛機 登什麼東西 go aboard OK 好 所以 飛機場的時候 地勤的人員可以說 we're gonna start go on board go aboard 我們現在開始 大家還有聽說過一個吧 比如說 boarding 你聽得比較多 Right We're going to Right We're going to start to to your general board 做一個句子 boarding We'll be started in five minutes 五分鐘之內 我們就要開始要登機了 boarding will be started in five minutes 有沒有問題 boarding OK 這個boarding指的是什麼 boarding就是指我們登機的這個過程 好 那比如說 我們先從 頭等艙先開始boarding OK 頭等艙 so first class We're gonna start to board We are first We are boarding 就直接用boarding 這個字 We are boarding first 比如說是 first class passengers 好 如果你買的是頭等艙的 你現在開始boarding了 這個boarding指的就是上飛機的過程 上飛機了 上飛機了 登機了 boarding We are boarding first class passengers 然後他等一下就說 哦 我們現在先先開始 他們通常都有個程序 我們現在開始boarding呢 有帶孩子的媽媽爸爸 可以先boarding了 我們現在開始登機 所有50歲以上的老人 50歲的老老先生老太太 就先往上去了 我們接下來又開始boarding 残障人士 残障人士都上上飛機了 OK 所以這個是boarding的一個程序 所以你就了解這個board OK 好 有沒有問題 我要講一下 我們今天有一個經文是 他們去什麼地方 這裡有一個地方 我想大家可能會有問題 20章的15節 arrived off kills off 為什麼要用off 有沒有人能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arrived off 為什麼不用其他的 OK 對不起 是不是到了又要走啊 不是 是對面 你講的是說對面 對 那這個對面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這個arrived off 就是有一點點可以解釋的 首先先講一下arrived off arrived off的話 我們常常可以講說 我們可以講說 比如說he arrived off the train OK 這個arrived off 這個為什麼有這樣用法 arrived off the train 後面接他的那個交通工具 he arrived the bus he arrived off 什麼什麼的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用off 這個可能比較了解一下 為什麼要用off 有沒有想到 這種用法通常是arrived 他到達 跟他 離開 get off 下車的意思 he get off the train 合在一起用 就是他到了 下了火車 所以arrived off 有這種用法 he arrived off the train 他已經到了 下了這個火車了 arrive加get off 合在一起用法 這有沒有問題 他現在已經坐飛機 從上海飛到北京 他到北京了 已經下了飛機了 he arrived off the airplane 他已經離開這個飛機了 已經下了飛機了 OK 沒有問題 為什麼要這麼寫呢 他直接off 他不到 他也沒法off 為什麼一定要arrived 還要寫上呢 arrived 對不對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嗎 right he arrived 或者是我們只講 he arrived 我們又想表達 就現代人的語言越來越丰富 我又想表達 他是坐飛機來的 我又想表達 他已經下了飛機了 這個在我們生活里 常常用到這樣 他現在坐飛機到了 已经下飛機了 就這個意思 否則的話 你要再用另外一個句子 he got off the train he got off the airplane 他已經下了飛機了 right 所以現在人常常就習慣这样 he arrived off the train he arrived off the airplane 意思就是他已经到了 他都下飛機了 OK 现在你有时候 你常常看到有人这样用 arrive off OK 好 那么现在这个off呢 有一点学问 这个arrive off OK 好 通常在航海上面 OK 这个是航海上面 用的一个说法 OK 航海上用的说法 就是说 arrive off 后面加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 OK 他在这个地方下了船 船在这里下毛 在这里靠了岸了 叫arrive off 这是一个航海专用的名词 OK 好 kios这个字呢 有一点点学问 kios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对不对 kios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OK 给你们 给你们查一下这个 查一下这个东西给你看 你就了解 他为什么这样子用 好 把这个分享上来给你们看 你们大家看一下 我可以看得见我的图片上面 right kios在不在海岸边 没有啊 没有在海岸边 他离岸有一点点地方 是不是 嗯 可是他用arrive off 这怎么解释 arrive off通常是在那个地方靠岸 他是 可是他讲的是 arrive off kios 其实kios并不在海岸边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圣经的翻译 是讲什么东西呢 看一下我们的圣经的翻译 圣经的翻译是说 arrive off kios 所以他讲圣经的翻得比较精确一点 他其实是在kios的对岸那个地方 他的对面 靠着等于是kios的岸边上面 可是其实kios本身是在比较内陆的位置 OK 就就比如说 OK kios是一个大城市 比较大一点的城市 但是要去kios的人 可能都在某一个点下岸 可是那个地方很小 不值得我们在圣经上提到 最重要他用这个句子 你其实并不需要知道他在哪里下船 可是更重要的是他要告诉你他去kios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所以arrive off在船 船的航行的时候 特别这是一个航海特别用的方法 OK 他们通常都这样讲arrive off 因为off有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把什么东西卸下来了 整个 你记得以前我讲过off这个字 要么就是吃光光吃干抹净吃光光喝光光用光光 全部拿光光 right 像carry off 对不对 搬光光 OK 所以off就有做一个了结的阶段 船到了那里 就是把东西卸下来了 把什么东西了 所以这个地方叫arrive off 航海的时候常常会这样用 我们这个船从旧星山开出来 往中国开 在天津港下岗了 OK 整个船停靠在那里 要把货物全部卸下来了 这个就是arrive off 天津 OK 好 但是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比较精确一点 Kios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内陆的位置 但是他呢 基本上就是他翻译成JR的对面 OK 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 Kios本身不是一个港 他是为了要去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停船停在那里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这个arrive off 也是off 坐了一个船到那儿 然后下船 对 没错 off呢 是一个航行上面的一个 一个专有名词 arrive off 通常就是在那个地方下船 的东西 货物啊 人啊 就在那下来 卸下来 这样子 那可能现在就是借用这飞机也off 火车也off 船也off 我们通常是指说 这个用在航海上比较多 就是arrive off 什么地方 但人的话 我们的意思 OK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 他有arrive 又有get off 两个合并的意思 就是我们指的是指这个人在那里下了飞机 arrive off the train arrive off by the train OK arrive off指的是说他在那里 到达他又下了火车 下了飞机 就arrive off OK 但是我们一般这种用法的话 就是arrive off的后面 不是接地方 不是指上海北京什么地方 而是指说他是那个 他坐的那个航空器 或者那个交通工具 arrive off the train 好 老师 又跟那个 是 要听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